平常講到收藏好了 就不要到時候再熱身在裡面做一拜 然後就其實因為我當選手 所以那個活動參與蠻重要的 就你要當下就大概當完之後 就參與完就像活動說比較記錄 然後記錄過程 然後寫新的感想 因為你還要回想過去 因為我們賽奈之前試試比賽 你要回想每次比賽都錯了什麼 然後還要回想當下這種情況 然後又要寫新的 所以其實還蠻難回想的 你要去先就是要先想好 在我們的書室裡面 比較不然什麼東西 對啊 然後一些獎狀者也會直接翻上去 那在獎狀 就是如果有一些競賽者 方便就是還需要寫個 就是你在這個競賽中 得到的什麼經驗 對 自己的自賺那一塊 但是給老師修了很多點 那位好像都沒有達人 那時候很多 就是教授來我們學校講話 也說他們輸成一分 平均也是三十秒到一分鐘 他說 大概第一頁還有你的分數 就決定了你的分數 所以最前面那邊大概要做得很驚喜 你要給教授看你自己的哪裡 有跟別人不一樣的特點那一塊 然後 如果每一篇自傳看起來都長一樣 的話教授該把它非常黏在你身上 所以那你準備想的應該是 自傳跟讀書計畫 這個點 因為自傳不能就是單純的 就是寫一些 大家都有寫過東西 你要去回憶說 你這幾年 或是你這一生下來 你有沒有特別的經驗 就你要具體的說明你的經驗 並且學到什麼 在這個自傳裡面 這個自傳 很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 像他們都會寫說 成長環境 然後國中進行 高中進行 那些外來的情況 我反而不會用那些欄當標題 我會用電影的家具 直接來檔標題 來實斷 這個情況下 畸業遊戲裡面的體育台 比如說什麼 恐懼不是未來的一切 然後 所以我就把它用來 在未來檔標題 那讀書計畫的部分 每個大學學的東西 都不太 專攻的項目也不太明白 那假如你要推一組大學 那你就必須要先了解說 這個大學人 他科技他教授 在研究什麼 對吧 那 你就是未來 你應該要往哪一個方向去 研究這個專心 然後中期 中期的目標 要去命定 你要具體寫說 你專業科目 只要你想變強 你要怎麼做 或是說 你未來 可能要有就業 那你需要考到什麼專程 什麼種類的專程 其實就是要讓他寫得 比較詳細一點 那需要查什麼 那時候是問了 問了我一個高中同學 然後他就拍給我 我就發現他寫了 分寢動作 然後 因為我看歷屆 寫讀書計畫的時候 是沒有寫分寢動作 通常就是把學期成績 然後從設成績 然後再來是讀書計畫 所以就少寫了 你可能想要讓教授知道 你為什麼要申請這個信息 這樣就可以讓教授在面試 然後多了解一下 就是他可以從申請中期 這個關鍵器裡面 你少寫了申請中期 他就會要多問一個問題 了解一下你為什麼要申請 為什麼要通知這個科系 我是第二個面試的 然後剛開始敲門的時候 敲大力 然後進去的時候 也沒有等 等那個 就是面試官 他們說可以 就是 入座 我就直接這樣走進去 對 所以就一直出題 然後是 因為後來後來正毛們 覺得我 我的模擬得太爛了 然後就把我抓去旁邊 然後說 你最後一個再講一點 然後最後一次講的話 就好很多 因為就是看 就是看其他人 講面試 我發現 因為高三這一年 就是都專心在教科書上面 所以實事方面 就比較沒有去注意這樣子 然後 那天模擬面試 就發現 就是教授也會為什麼 工業4.0啊 這種 對 這種 比較現代實事 就有關機械的這樣子 然後 我因為這個模擬面試 之後 我下個禮拜 我兒子去學校 就是做資料 就是去查 查這些資料這樣 想打開 我沒有觀看 我沒有觀看 我會好好做 大家聽起來 感谢观看